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生巧克力西風蛋糕 叫做生巧克力西風蛋糕 我保證光看這個外表 看它Q彈的樣子 等一下我們看到它的蛋糕組織 你一定會喜歡它 因為它好吃到爆炸 今天要使用的烤模是12公分的圓模 它高度是6公分 然後把它可以很好用 很好用的烤焙鋪 這烤焙鋪的英文叫做 Non-stick oven miner 烤焙鋪的食用其實就像這樣子 把它塞進去烤模裡頭 然後冰面的部分上一樣好 就可以了 今天使用的配方就在螢幕上頭 然後加它在一起的材料 請不必把它種在同一個盆裡頭 首先第一個步驟就是把可可粉 奶油、鮮奶油的部分 用隔水加熱的方式 讓它們融化然後攪拌均勻 但是這步驟真的很久 一定要有耐心 我們透過隔水加熱方式 先慢慢慢慢的融化它 在這步驟很久 讓肉快速跳過去吧 USA 麵粉部分 其實我們要鍋鋪鋪鋪還不可以 那,因為等一下麵糊準備好之後 還是要再鍋鋪鋪一次的 接著,我們就要再 好烫喔 还是要带一下手套比较好 那我们就把可可这一锅呢 然后跟面粉混合在一起 然后慢慢的搅拌均匀它 搅拌均匀之后呢 当然是要先过筛一次 然后把杂质 一些有的没有的 不应该出现在蛋糕里头的 就把它过筛掉 然后而且让这个面糊会比较均质一点 然后比较细致有光泽 我一直说过筛很重要 是真的它很重要 而且要加上这个三碗针很好用 你就直接把它挂在盆上面 然后我就不用手去一直去扶着它 手扶着很累耶 你们都不累嘛 接下来我们就要加入蛋糕的部分 慢慢把它加进去 然后用小松打蛋器把它搅拌均匀 混合之后 就可以了 接下来还是要再过筛一次 做最后的过筛 但是里面的愿意 其实就像这样的过筛 准备蛋白糖的时候 大概就像这个样子 其实跟机器是没有关系的 打发蛋白糖的时候 就把它打到上面像这个样子 软软软的 那我们叫做吃心法庞 然后装蛋白糖 跟我们的烤面糊 全部混合在一起 用刮刀 然后等一下往上慢慢的翻拌 记住 就这样轻轻的拌就好了 不要太粗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拌 其实是有困难的 可以把它拌均匀 那你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尝试用打蛋器先拌均匀 之后再换成刮刀 好了面糊准备好了 我们就把烤模准备好 烤模呢就放上了烘焙布 然后把面糊均匀的分 分别在两个烤模里头 因为换成比较轻松的 因为我们可以放轻松一点点 接下来就是来做烘烤的 烤蛋糕的时候呢 其实主要注意的是 我们用蒸烤的方式 也就是烤盘里头要一个水 然后隔走烤瓦 放上烤模 然后呢温度就是170-120 那表面稍微上色固定之后 改成150-120 就是我的烤法 蛋糕到底烤好了没有 我们怎么判的呢 其实像我这样子 会把它烤箱不要关机 然后把蛋糕提出来 撕开烘焙布的一个角落 确认它的状态 如果还不OK 那我就把它塞回去烤模里头 然后再把它放回烤箱 继续烘烤到完成为止 烤熟为止 蛋糕烤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出炉了 出炉之后呢 往桌上这样一翻 然后轻轻的就可以热脱模了 那热脱模的时候 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就拉着烘焙布 然后把蛋糕这样提出来 轻轻提出来 那我们用烘焙布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它真的很方便 而且它是裁剪好的 再一次我们可以用这样 手把蛋糕提出来 是不是就很方便 那一般的蛋糕 刚出的时候是很热的 如果用倒扣的方式 把蛋糕弄出来的话 我相信你手会通伤 而且蛋糕还会坏掉 会用烘焙布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通常我们烤蛋糕的时候 都非常的慌忙 所以如果用烘焙纸 你要每次都裁剪 是很麻烦的 如果用烘焙布的话 咻一下子就把它塞进烤模 然后我们就可以专心 关心的蛋糕制作的部分 脱模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翻回正面 然后垫了一张纸 放在桌面上 接下来我们就用 芳草糖粉简单来装饰它 其实本来到这个步骤就OK了 但是 因为蛋糕实在太忧人 我想了一想之后 还是把它切了 你看这个抖抖抖抖抖 一切就抖抖抖抖抖 是不是就是很想吃的感觉呢 就是说来吃我吧来吃我吧 切开之后蛋糕组织 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的漂亮 不是我在说 自己看影片就知道了 那这款蛋糕 基本上它是比较绵密的 但是它不是有弹性的那一种 好了 我们吃完这一口邪恶的蛋糕之后呢 接下来换你啰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那请按赞并做分享 谢谢 拜拜